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围绕着罗马书13章1到2节 所点出的一个核心的信息 就是我们不要在12章1到2节 就是不要在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改变 我们围绕这个核心一起在学习和讨论 前面几讲我们谈了 培养和活出更新改变的生命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一个是我们要在群体当中生活 我们要离弃这个世界流行文化 经常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不对的观点 我们要自己单打独招 一天只会为了自己属命的成长 我们一定要在一个群体里面能够一起的成长 接下来我们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群体当中 我们对待人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 关系是天国最重要 具有最重要价值的事物 我们要在主的帮助下 我们能够建立那个真爱的关系 然而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需要特别清醒地知道 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和境地 我们这些称为耶稣门徒的人 包括我们的教会 其实我们都存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 圣经告诉我们这叫做末世 就是当天国已经开始降临 直到耶稣再回来的这一段好像历史的夹缝当中 我们面临这样各种各样的冲击 天国已经来 但是还没有完全的降临 所以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人 我们既是天国的公民 但是我们仍然寄居在这个世界上面 受着世界这些政局 政治局势权势的各种的影响 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们要看到 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们在谈论的 我们不仅需要更新改变 我们与彼此 我们与人的关系 我们要建立真爱的关系 同时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 我们的更新改变 也必须体现在 我们与世上政权的关系上面 你就发觉上帝给我们一个整权的关系 我们不能只是只顾自己 只顾我们弟兄的姐妹 我们教会 我们不管外面的世界 其实主让我们看见 我们各样的关系 都是我们与主 成为主的儿女关系当中重要的一环 如果我们只有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我们关系很亲密 但是我们不跟外界打交道 我们没有去参与这些 其实我们的关系 就不真实 希望我们能够意识到这里 特别现在 我相信在我们的群体当中 大家可以在网上 都可以听得到 看得到很多基督徒之间的 为着一些政治的问题 这样的争论 甚至冲突 特别在去年 我们见证到 这个很不好的一个见证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这些都跟这个有关系 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这位 这是我们主非常重视的事情 也是保罗很重视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 我们如果顺着看 罗马书接下来的 要谈的就是这个事情 叫我们一起来看 继续读罗马书13章 我们1到5节 这里告诉我们 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要顺服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来自上帝的 权柄的 掌权的 都是上帝所立的 所以抗拒权柄的 就是抗拒上帝所立的 抗拒的人 必自招审判 做官的 原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 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 你们愿意 不惧怕掌权的吗 只要行善 你就可得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 你若作恶就该惧怕 因为他不是突然配件 他是上帝的用人 为上帝的愤怒 报应作恶的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 不但是因上帝的愤怒 也是因着良心 罗马书13章1到5节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那个核心的信息 似乎是非常的清楚了 对不对 弟兄姐妹 就是教我们要什么 顺服在上掌权的 换句话说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我们要顺服国家政权 当然很多人 弟兄姐妹就可能会问了 这怎么可能呢 比如说治理好的国家和政权 那还好说 那些不好的政权呢 邪恶的政权怎么办 就像是比如说希特勒的纳粹政权 是不是我们也要完全地去顺服呢 这里我想提醒弟兄姐妹 这就是一个我们在读圣经 明白上帝心意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希望大家能够记得 圣经的教导 我们要明白圣经讲什么 上帝真正的心意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不能只看一段经文 只看它的字面的意义 而是需要了解它的背景 并结合圣经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全局的信息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明白上帝的心意 而且很重要 我们在这个认知的过程当中 我们最重要的要抓住那些 不会改变的真理的原则 然后呢 我们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 我们需要去学习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就是如何从这些不变的原则当中 找到符合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 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背景 所非常具体的我们可以遵循的方法 那么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 那么在我们看了这段新闻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一个基本概念 我们需要顺服在上掌权的 但是我们要来更深地明白 这个顺服在上掌权的更深的意义呢 我们继续要来看一些相关的经文 在圣经当中给我们更多的教导 我们下面就要看一段经文 几段经文 一个是我们上评期 我们就接触过的一段 彼得前书的经文 在二章十一到十七节 然后呢 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在 提摩泰前书二章一到四节 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个彼得前书 二章十一到十七节 中间呢 跟我们信息不太相关呢 我稍微省略了点 主要是让大家能够看清楚主要的信息 这里告诉我们说 亲爱的 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 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 污蔑 你们是作恶的 会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而在见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 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 逞恶赏赏赏赏的官员 因为上帝的旨意 原是要你们以行善 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 虽然你们是自由的 却不可借着自由 遮盖恶毒 总要做上帝的仆人 故要尊重众人 要敬爱教中的弟兄姐妹 要敬畏上帝 要尊敬君王 这是彼得前书 二章十一到十七节 接下来呢 圣经还告诉我们 不断是我们要顺服 我们还要为他们祷告 就像我们为弟兄姐妹一样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的 这里提摩太前书 二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 所以我劝你 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 代求感谢 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要如此 使我们能够尽前端正的 过平稳宁静的生活 这是好的 在我们的救主上帝面前 可蒙悦纳 他愿意人人得救 并得以认识真理 所以大家通过这关的经文 我们也更看清楚 上帝不是叫我们 糊里糊涂地为掌权的代道 让他们好像 获得更大的权益 怎么样 而是有很清楚的目的 是让他们能够做好 他们该做的事情 以至于人们 能够尽前端正 后面很重要 过平稳宁静的生活 所以下面我们通过这些的信息 我们把它综合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我们顺服掌权的 顺服这些不管任何地方 管理国家的政权 我们这个核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 其实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说圣经主是要我们顺服 但是绝非那种绝对意义上面的顺服 而且是有不同的 特别在上面一段经文 在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的 圣经要我们顺服 圣经要我们对待不同的人 其实你会发觉是有不同的 他们对待众人 对待基雄姐妹 对待上帝 对待掌权的人 我们一定要留意 他用的那个词 非常的特别 我们就要关心要看那个细节了 这里到底指什么意思 我们接下来看 你发现那里告诉我们 要尊重众人 意思呢 所有人 为什么弟兄姐妹 大家想想 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所以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价值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接下来呢 他说对教育中的弟兄姐妹 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要什么呢 要爱 大家留意 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 我们就是那个意思 我们翻译不出来 但是呢 在他的原文当中 他用的这个爱 我们可能都已经听过一些了 叫阿嘎培的爱 这个希腊文 这个爱呢 是专门用在上帝所展示出来的爱 就是那种无条件的 牺牲的爱 是耶稣活出来的那种爱 当然也不是我简单两个字 可以描述得了的 就是这样的爱 我们要以这样的爱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 接下来这里告诉我们要 敬畏上帝 这是在我们经常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 我前面讲过很缺失的一点 我们经常把这个爱 上帝和敬畏上帝把它给撕裂开了 其实你会发觉整本圣经看到我们的 爱和敬畏上帝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敬畏不是那种的 因为他要惩罚你 你会很害怕 就像你对待你的父母一样的 你爱他们 你敬畏他们 这个可以让我们稍微感受到一点 其实对上帝就是这样的 我们要敬畏他 因为知道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他转管着我们以后的未来 我们所有的事情 这就叫敬畏 结果我们再看下面君王呢 那不一样 他用了一个特别的词 这个词在不同的翻译当中有点不一样 基本上跟尊重那个众人是一样的 叫honor或者respect 意思就是什么 一样的 这些的掌权的 他们有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是上帝给他们存在 允许他们存在 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存在的价值 愿意去配合 为什么呢 因为以至于让人们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 我们能够过平稳宁静的生活 但是绝对不是像对待我们人的主宰 上帝一样 去敬畏他 去爱他 一定要分别在这里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刚刚的解释 给我们看到 因为地上的政权都是上帝所立的 如果大家喜欢历史 我们稍微看一看 其实你会发觉一个现象 不管各个国家现在怎么样 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国家的掌权者 其实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取得了政权 不管是合法非法 取得了政权以后 你发觉每一个政权 一旦它控制了以后 它都会颁布他们的法律法规 而且表面上 你都可以看到它的核心都是什么 其实都是逞恶扬善的 要维护社会的和平 公平公义的 不管哪个政权你去看 这是他们基本的核心 而且目的为什么呢 也是要让整个国家能够安定下来 让人们可以过上和平稳定的生活 这个跟圣经里面讲的目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 而跟这个政权的制度 它的性质没有关系 只是我们知道 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是出在这些掌权者背后的动机 还有他们具体的管理上面 意思是是有律法 是有法律 但他们具体的实施 是不是真正按照这样做到好呢 这是个问题 所以你会发觉 在各个世界地方 有不同的管理 出现不同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清楚 其实这位上帝不单单给人 所以给所有人 包括这些掌权者 有自由的意志和机会 他们可以选择善用或者滥用权柄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 上个星期我们读到的 十二章后面那个部分 那里讲到的 很多人以为 这位上帝不会跟我们追责的 其实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 最终上帝都会向每个人问责 会有最后的审判 所以主才会告诉我们 这些我们跟随他的人 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 不要以恶报恶 而是要以善甚恶 他告诉我们 不要为自己去生焉 不要去代替主的地位 去施行这样的报复 把这一切留给上帝 把给主的愤怒留地步 所以讲得很清楚 生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从这些的信息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得到今天的一个核心 关于我们和这个掌权者关系的一个核心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因 第一大家一定要记得 要因主的缘故尊重 不是为了你的利益的缘故 要因你主的缘故尊重和顺服地上的权柄 所以我们要做尊纪守法的公民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大家刚刚听到有一个我们在读的经文当中 就是让他们我们做善事 让他们可以称赞我们 意思是什么 你如果跟其他经文联系起来 你可以看到 当别人看见我们好行为 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知道我们是上帝儿女的时候 他会干什么 他会把荣耀归给上帝 也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 下面这一条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 唯有主耶稣是我们门徒 上帝儿女最终效忠的对象 这个不可以有任何的改变和动摇 所以同时我提醒大家一点 这里讲的我们的顺服 是顺服他的法律和法规 而不是顺服他背后的那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神已经叫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了 我们的核心信息结论很简单 我相信这个信息我们听起来 每个人都能够听得懂 也能够明白 但是现在我发觉 我们可以看 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国家 我们都有庆祝圣诞节 复活节 甚至把这些我们信仰里面的这些重要的节日定为什么 法定假期 同时在一些的国家 你发觉公民又可以参与选举政府 一起来制定政策法规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很容易去混淆和误解 我们教会基督徒跟政治之间的关系 如何管理国家 特别把神的国度和人的国度有的时候也混为一谈 而这样的结果你发觉造成其实很大的伤害 让我们基督徒的个人和教会 有的时候表现出非常糟糕的见证来 所以我们需要记得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可怕的事情 当我们混淆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这是在教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就是十字军东征的故事 这段历史其实烙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 另外很近的就是我们澳洲的 大家可以听到那个失去的一代 那个lost generation 也是因着同样的原因 混淆了国家和神国度的概念 混淆了教会还有政治的关系 以为做好事其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后果直到今天等等等等 这些你发觉 如果我们不去面对的时候 我们不来明白真理的时候 这些会让我们的信仰显得很什么 你发现显得很缺乏理智 显得固执而有自私 没有表现出上帝的爱 其实把很多的非信徒 甚至特别是包括我们的下一代 特别在本地受教育成长起来 他们有自我思想的这一代的年轻人 把他们推离的信仰 所以我想这些真的需要我们能够去悔改 去反思 能够回到主的教导里面来 不要只是单纯被这些的传统所影响 那么下面就根据我们这个核心的信息 我们有三点展开的 就是信仰和我们政治的关系的原则 希望大家我们能够一起来留意到 然后来改变我们 在我们基督徒跟这个政治 跟政权打交道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这些方面的更新 所以我们有生命的更新 有观念的更新 我们做事情的更新 第一个的原则 我们一定要看到的是 我们要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当我们离去这样的时候 你会发觉十字军东征的事情 可能会再次的发生 那么澳洲 失去的那一代的事情 可能再会重演 但我们一定要回到这里来看到 为什么我们尊重宗教信仰的自由 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世界的万物 我们信主人知道 圣经跟我们启示 主耶稣来跟我们宣告 万物的终极的主权 都在造物主我们的上帝手里 圣经当中很多的故事告诉我们 其实就是连那些不认识上帝的 政权人 领导人 君王 其实上帝经常在圣经当中称什么 他们为我的仆役 大家记得吗 尼布贾尼萨 就是这样的道理 他会使用他们的 但尽管他们不认 所以他们只能成为上帝的工具 得不着上帝的祝福 但是他们如果愿意回转过来的话 一样的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 所以另外一个 我们从一开始 我们就清清楚楚地看见 这位上帝他尊重 他赐给人并尊重人的自由意志 所以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人 也应该懂得 既然我们的上帝尊重人的自由意志 我们也必须尊重人的自由意志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 我们反对宗教的强迫和歧视 我们反对宗教的强迫和歧视 就像我们传福音 我们不是用尽各样的方法 去骗人 吓唬人 而让他们能来信 而是让他们真实地感受上帝的真爱 可以这样吸引 而且上帝告诉我们 最终让人改变 让人得救的 不是你我 而是他自己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 我们可以在这个新约当中看到 特别在《使徒行传》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 初代这个福音传播的时候 那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保罗 他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与当地的人接触的时候 特别有一个例子 就是在他到雅典的时候 和当时雅典 我们知道直到今天 都是各种宗教迷信很泛滥的地方 你会发现 你可以仔细去读那段的记载 保罗在那个迷信的城市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嘲笑和歧视过 当地人的信仰 如果你仔细去读 他从来不是告诉他 你们这些都是些什么 他甚至没有直接讲出 你们这些拜偶像的 都是些无耻之徒 怎么怎么样的 他从来没有这样说 你看他的表现是什么 他只是心里面难过 然后他没有在任何的言语行为上面 表现出藐视和那种优越感 相反他去深入到他们的当中 跟他们去对话 他去认真的了解 最后你发觉 在他的讲论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找到那个切入点 把上帝和耶稣介绍给他 而他们选不选择 他压根就没有强迫 但我们看到 很多人听到愿意跟随他的人 就跟随了他 成为得救的人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 第二点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 我们不依赖政权 来拓展教会的事工 并且把这些的政权 国家政权 视为人类的福祉和未来的保障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 特别在今天 我们经历过一些 我们经常在讲的 以基督建国的国家 怎么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看见 因为耶稣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 其实人类 人类社会的问题 不在人的政权 制度 政策上面 不在人的那些的知识 那些的上面 而是在什么 在你我 在人的身上 是我们的罪性 我们远离神 我们自我为中心 这个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的 要不然耶稣就不用为我们死了 我们今天也不用来做耶稣的门徒来跟随他了 你发觉以色列的历史其实一再证明了 这群人哪怕上帝就在他们的当中 他们可以亲眼看见上帝施行神迹 听见上帝对他们讲话 他们仍然一再地背变 一再地表现出那样的恶来 所以今天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对人类的出路 从来不是好制度 好政府 我们自己作为基督门徒的一调侵徒 而是唯有耶稣 以前不是 现在不是 未来也绝对不会是 我们每个人只有因着耶稣的受死和复活 我们愿意去接受我们得着重生 我们和上帝恢复关系 我们与上帝同工 让我们能够活出天国文化的那些影响力来 让我们一起预备好自己 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才会彻底解决罪死亡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生活的当中 如果我们所在的地方 国家政权愿意尊重上帝 尊重上帝的旨意 可以产生出对我们基督徒生活有益的环境 我们感恩 我们能够珍惜 就像几十年前 比较普遍的西方的这些世界 我们甚至知道 当我们最早来到澳洲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议会开始之前 都会一起来诵读主导文 都有一个需要读上帝话语的时间 这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如果你发觉这个国家政权 不愿意尊重 不愿意尊重上帝的旨意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权利 我们应该做适当的努力 以正确的方式合理地提出我们的诉求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 当最后这个政权对我们的诉求不理的时候 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绝望 我们千万不要绝望 更不要走另外的极端 好像诉诸暴力 能够来达成这样的目的 我们一定要有个概念 今天我就发觉 在我们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时候 为什么会很多人觉得 我们好像比较愿意爱论断这些 我们有个概念 我们没有弄清楚 希望前面借着重启信仰 我们有一定的认识 就是说上帝的律法 其实是给他的子民的 不是给那些人的 上帝的家规是给我们属于他的人 所以我们会珍惜 我们不会嘲笑 我们不会来在这个世面来辩论 如果人或者强权 政权 他们不愿意遵从 把上帝的话语视为麻烦 枷锁 废物 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去跟他们争论的 弟兄姐妹们 不要去跟他们争论 没有意义 我特别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七章那里 七章六节那里 耶稣其实很清楚地教导过我们 他做了一个比喻 很有意思 他告诉我们不要把圣物 上帝给我们的宝贝 他的话语给狗 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面前 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 转过来还咬你们 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经历到的 你不用去 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去这样的去争论 更重要的是我们活出那个爱来 这个最重要 所以今天我觉得上帝的话语 我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宝贝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提醒弟兄姐 我们大家一起来 我们虽然听信息 我们自己也要去有第一手的读 第一手跟上帝的话语 能够有直接的接触 更加的帮助我们 所以今天 在我们看到 特别在西方 好像基督信仰的影响 从政治环境 这些慢慢离开的时候 我们感叹到 这个政治环境 好像对教会 对基督徒不利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 就像我们唱的歌一样 我们注目耶稣 只有耶稣是我们的主宰 耶稣是我们的拯救 不是这些任何的政权 我们可以知道 从今天我们知道了 我们的主是道成肉身的神 他有能力 他也有权柄 但是大家仔细去看福音书 在当时 你发觉耶稣 他完全有能力主见政党 甚至不用主见政党 完全有能力 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 但是我们的主 并没有这样做 他没有依附于任何一个社会 团体宗教组织 包括犹太人自己的 犹太人 为什么很多人一来 把他称为弥赛亚 后面离弃他 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他也没有叫门徒 用暴力来抗争 没有 他没有号召他的门徒 你要继承我的遗志 把罗马帝国给推翻 推翻 我们在圣经当中 从来看不到这样的教导 相反 他教导我们 纳税 凯撒的归给凯撒 神的归给神 所以我们要意识到 其实初代的教会和弟兄姐妹 他们所处的环境 比我们要恶劣的多的多 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 作者保罗和彼得 就是生活在 罗马帝国的统治下 知道什么制度吗 有奴隶 这样的存在 然而你发现 他们没有抱怨 更没有绝望 也没有号召或者传播 谋求来推翻 罗马帝国的政权 来建立他们的政权 最后你看见 他们印证了 圣经告诉我们的道理 他们以善圣恶 两百多年以后 这个逼迫基督信仰的 罗马帝国 包括皇帝 也接受了基督的信仰 为什么 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 是他们的政治能力 还是他们展现出来的 那个信仰 那个真实的力量 上帝真实的存在 所以我们政治环境 如果对我们不利 我们可以感恩 弟兄姐妹 让我们看见 野兽对我们太好 我们都不知道 信仰是什么回事 我们很享受安逸 但是当你发觉 有一些不好的 不利的 对我们恰恰有的时候 让我们的信仰 活得更加的真实 人经常在逼迫当中 我们得以茁壮的成长 可以显出福音的大能来 让我们跟主的关系 更加的紧密和真实 你发觉 我们讲了半天 你才会知道 这才是我们真正 得救的宝藏 当然讲到这里 一定会有弟兄姐妹想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政权 因为他们执政的 不是基督徒 要是我们执政的 掌权的 全是基督徒的话 那一定会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我们肯定会好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讲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原则 直到主耶稣再回来之前 其实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 都是有罪有限的 组成国家政权的人 无论是否是基督徒 其实我们都是有罪有限的人 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罪性和恶性 所以第三个原则 我们绝不要把任何政权国家 等同于上帝的国度 换句话说 基督徒掌权也不等同于基督掌权 前几年了 收到一个福音短篇 那个短篇要介绍基督信仰多么的好 它用的例子是美国的强大 美国是强大的基督国家 他们在执行上帝的意志 而且它用的更是美国最具有威慑力的航空母舰来说明 它说你知道吗 在航空母舰上面 有一个最重要的房间 在他们航空母舰的中间 那个是什么呢 祷告室 每一次作战之前 全体官兵都会来到这个祷告室 向神祷告 然后才去执行任务 我听了这个以后 我简直是无语 很愤怒 我讲当那些遭受过美国军舰轰击的地方 那里的基督徒 那里的人民 他们会怎么想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怎么编的这样的信息 我想如果那个祷告那么的重要 他那个祷告室就装不下 就不应该那么小 应该更大 但是当你这样去理解的时候 这些的美国士兵 他们的导弹打出去的时候 落在平面上 都带着上帝的旨意吗 我相信这些是非常错误的观念 他们把美国比作了神的国度 把美国比作了金钱的国度 把美国做的等同一基督徒做的 而以美国相定的国家和政权 都变成以神为敌的 我想去年美国的大选 人们甚至把一个人为代表的政权 等同一基督徒掌权 也想等同一基督徒掌权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基督徒的内部也造成了很多的争论 我们可以看见在网上吵得不可该交 做了很不好的见证 其实这种的观念我们一定要避免 因为我们这样的观念 让我们的信仰在有思考的 那些不信主的人的面前 在我们年轻人一代的面前 是显得何等的荒谬 他们有思考的 他们有想法的 而且历史其实已经告诉我们的答案 我们不应该再重复这样的错误 大家知道吗 我们人类历史上 其实已经做过了很多的尝试 特别在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 那个十九世纪时期 因为那个时候人类空前的自信 我们试图建立一种完美的制度 由完美的如人来组成 然后实现我们人类美好和谐的社会 享受我们美好理想的生活 但是告诉大家 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其中的呢 有很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的空想社会主义 但是我告诉大家 更有基督徒的群体 而且最早的就是基督徒的城市 我们可以看见 在1824年的和谐社区 就是基督徒建立的乌托邦社区 他们存在了82年的时间 其后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 我们大家都认识的 罗伯特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社区 他想建立一个新和谐村 也是从这边学来的 所以他叫新和谐村 1825年开始 但是很不幸 他们只是存在了四年的时间 就土崩瓦解了 然后呢 后面还有其他很多的 其他可以值得一提的 就是另外一个基督徒的 在1853年的极光殖民地 他们存在了三十年 当然了 在那个时期大家可以去查 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社区 但是生存了不过几年到几十年 最长的还是这个和谐社区 82年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 我们通过这些社会真实的实践 也看到 人的政权 不管你谁是在里面 都不等于上帝的国度 都不可能给我们带来最理想的生活 上帝的国 讲的是上帝主耶稣掌权的地方 他在你我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我们只有这样做才是出路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三个重要的政治 信仰和政治的一个原则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 真的能够明白 我们记得这些的原则 来指引我们如何跟外面的世界打交道 所以最后跟大家提三个 我们实践的 三个 我们生活的实践 如何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能够实践出来 所以第一个 就是我们基督徒 很多人我听到说 我们不关心这些事情 我们只管 如果你不关心外面的世界 你怎么去理行主的使命呢 所以有一点 我们名门徒应该要去关心国家大事 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 你我 基督徒的个人 我们也都可以有你自己不同的政见的 但是你自己要有原则 你要凭着你的良心去来跟随主 不是单纯的我们讲的意识形态 就是你不管任何的原因 你就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基督徒要做给有思考的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这一切 不可以破坏教会的合一 任何时候的教会 都不会是因为政治观点合一而合一 而是为着一主一信一喜 为着我们的信仰 为着我们的主耶稣 为着我们共同的意向 这个来合一 所以我们可以谈 个人我们可以谈 可以参与政治这些 但是我们不能够把政治政权 看得过高 高过我们的主 能够代替主耶稣 代替我们人生命的改变 任何的都不行 世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 所以特别提醒弟兄姐妹 我们有关心的 我很感恩 但是大家千万注意不要为着彼此的政见 争吵 你探讨可以 坚持你的意见可以 但不能敌对 不能在公开的场合 都会去破坏我们教会的合一 让别人很confuse 你们教会到底是在干什么 你是在讲天国的国度呢 还是倒是讲这个哪个党哪个党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门徒要遵守所属国家的社会秩序 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到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当中来 对我们这些移民来说 无论你选择在哪个国家生活 我们一定要记得 我们就要能够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 而且我们要不要只是来得他们的好处 而是在所在国 我们能够做我们的贡献 为了当地的社会的稳定 和平发展 贡献这些力量 提醒大家在这个世代 千万不要被那些狭隘的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蒙住了我们的眼睛 弟兄姐妹们 我们真正的爱国主义什么意思 对我的理解 真正爱国的本质 应该是爱那些组成这个国家的 具体的老百姓和人民 为他们长久的福祉和未来 也就是为他们上面告诉我们 能够长久过平静宁静的生活着想 贡献力量 我移民澳洲 我把澳洲当作自己的国家 爱这个国家 我也爱我的祖国 但是我爱祖国很具体的方式 我能够愿意 有机会我就能够到那里 或者通过各样的方式 能够去为我们的国人 做一点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希望能够看到 我们的国人有更多有思想 我们能够更多的 能够彼此的接纳 我们能够一起 能够更多的营造这个社会和平的气氛 让更多的人能够安居乐业 让他们享有该有的权利 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这是我的方式 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 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要专注做好天国的功名 活出天国的文化 用你我新的生命 不是用那个老的生命 用那个新的生命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影响这个世界 换句话说 我们把天国的价值观 天国的祝福 比如说我们强调真爱的关系 能够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很具体 让他们感受到 所以我提醒大家 一旦如果你选择 你真实的选择 成为做主的门徒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要提醒大家 你我就不可能 再做绝对的中国人 澳洲人 美国人 我们真正的身份 我们是里居中国 里居澳洲 里居美国的天国人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从此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 就是我们都是天国的大使 我们要做好天国的大使 我们在每一个地方生活 但是我们需要和地方 每个地方的人民 打好维持很好的关系 把我们的文化介绍给他们 但是我们一定记得 我们不要被当地的文化价值观给同化 要积极地去传播 活出天国的文化来 影响更多的人 你用很真实的方式上更多地看见 天国原来如此美好 我也愿意成为天国的公民 来来来 你帮我办办移民好不好 我们要像这样来 你就发觉我们做的时候 就不是像你以前你以为的传批 那么的痛苦 要跟他讲一篇大道理 要他马上做一个决定 不是 他会来羡慕的 他会来愿意加入你的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同样要准备好 当两国的冲突来临的时候 因为要有准备 要知道耶稣是我们最终效忠的对象 因为要愿意为天国做上代理 那你我一定会真正是天国的子民公民 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与永恒相连的生活 好 下面我们去祷告 亲爱的天佛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 在这个满目创意的世上生活 在有各种各样的缺陷的国度当中生活的时候 你自己卷选了我们 让我们成为了天国的公民 你给我们祝福 也给我们有责任和义务 你更是拆派我们在这里 成为你天国的大使 每一个人 我们的教会 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如此荣耀的身份 帮助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信仰 不要轻看耶稣 不要轻看耶稣所付出的 所给我们的重价的恩典 让我们真的能够尊耶稣为主 让我们在任何的地方 我们能够认我们的主 也让我们懂得有智慧 如何以我们当地的国度 文化 政权 政治打交道 让我们能够以善圣恶 能够活出美好的关系 活出你的真爱 让人看到以后 能够愿意归荣耀给你 让更多的人能够来羡慕 能够成为天国公民的生活 以及我们所做的 不用我们刻意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就能够再承担你的使命 让使命 融入在我们每一天 平凡的生活当中 愿你自己亲自来祝福 引导我们 更愿意你的儿女们 在任何的境地当中 我们懂得如何来呼求你 通过我们的敬拜 通过我们在世上的表现 让人更多地看见 唯有你是我们的拯救 你不单单是我们的拯救 你是全雷人的拯救 我们愿你来 医治这地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得到更新和改变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奉耶稣的名 阿们